OK,大家好!歡迎來到用漢字學越南語的第二集囉! 這個專輯其實我非常的期待,一直很想要去做 當然拖到了現在,終於得以實現 我必須說經過了蠻多的事情,廢話就不多說 今天就趕快來為大家講解一下 會分享這兩首歌,首先是單純是因為它蠻古調的 就是它是用現代流行歌 用比較古典的方式下去唱它 所以我一時興起就是去把他的歌詞都轉寫成了 南字 以中文使用者來說,其實漢字本身還是對你是比較親切 當然南字其實是用於越南語 可是我們就可以從這個南字的結構裡面 勢裸裸的去剖析出越南語的結構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 語言 讓你在學習的時候 或許能夠有更多的體悟 更快的進入狀況 如果今天這樣子的一個形式對你來講是不合適的 那也沒有關係 你至少可以了解到 越南過去曾經是使用過這樣的一個文字 它是如何運作的 然後它的結構到底怎麼樣子 與其文周周的跟各位去介紹它的結構 那我不如直接把它應用在歌詞上面讓大家去感受一下 我們先來看這個第一首 這個第一首歌 它叫做 對暗 對暗就是 醉音 對暗 是醉音 那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殊的 它其實就是 越南有很多的 名詞 其實是 先把漢詞給借用過來之後呢 再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讀出來 所以 這個醉音要怎麼去解讀 我這邊就不多 給它做註解 各位去從歌詞裡面去感受 那看我們這個歌詞的第一 步 就是你先看一下 它裡面其實用了很多的漢詞 讓我們找一下它的漢詞在哪裡 好不好 這一首的漢詞其實不多啦 另外一首比較多 來這一首的漢詞其實在這裡了 滾 這個滾 濃啦 抱歉 更正濃 好 然後 看一下 還有沒有 丹米 丹米其實 也算是 這個也算是 一個漢詞 然後這算是借用的 這也是借用的 好我們來逐句來說 好不好 我們逐句來說 zot 連講力 到這邊為止 一句 zot是什麼 倒酒 它使用了 手字旁 手字旁它就是一個動作 男字有非常多 大量幾乎百分之八十都是形聲字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它旁邊這個竹 其實就是它的聲 而左邊的 手呢 就是表示這是 這個動作本身就是用手完成的 zot zot 就是道酒 連 連是什麼 它的結構 它的結構是一個道 然後旁邊是 但 但的越南語 念作 然 那這個 就是取它的 字意嘛 對不對 取它的字意 因為 連是道達的意思 我道酒然後 道到什麼程度呢 掌 掌是 滿出來了 Li是杯子 那其實這個Li 我甚至覺得 可以把它寫成 這個字 就是 流理的Li 流理的Li 那可是 因為我個人在去查詢的過程裡面 我發現好像沒有這個字 但我個人的定義上 其實我覺得它應該是可以寫成欲布的 喔 但是因為它是水杯 所以它是水布 其實也是合理的 安 安這個就是男生的代名詞 所以這個沒有什麼好講 它就是一個借用的 字 南 浸 浸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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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沉 沉浸的意思 你沉浸在某一個狀態裡面 的沉浸 中 這個我之前有解釋過三個 三個字 三個中 的意思 在 這裡 我個人選擇用這個中 是因為 我把酒倒滿了 而你呢 沉浸在這一個酒 酒的這個濃厚的味道裡面 所以說 我認為它是一個狀態的裡面 所以我會選擇使用這個 中字背 而不是內 好 我選擇中 而不是內 然後 來這個man man 它是 man 其實是酵母 喔 那一般都會用來借代酒 那該呢 該就辣 安該 就是你在越南如果要不要加辣的時候他會問你該 或不該 在這裡 其實他就是 用一個 這個字 草該 草 草字旁的該 加上辛辣的辛 所以他也是行生字 對吧 該 這個就是 汉 呃 南字的辣 然後 辣 辣是什麼 就是苦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偏旁是苦字旁 然後這個 登呢 越南語念作 辣 所以他是 行生字 非常標準的行生字 所以 又辣又苦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酒啦 又辣又苦的 酒酵母 那當然這邊並不是真的酵母 他其實就是用來借代酒的意思 這個辣呢 就是用來形容他 用來形容他 用來形容他 所以這是越南的文法了 這邊就是越南的文法了 辣農 改辣農 所以 有多麼 有多麼的辣有多麼的苦 喔 很農的 他是用辣來形容 OK 再來 酷 就是 這沒什麼好講 這就是一個戒詞 好不好 那 這個就是色 色 苦色的那個色 那 他的結構是什麼 他旁邊有一個心 然後旁邊 這個直呢 越南語念作 所以他就是一個形生字 可是為什麼他選擇用心 這顯然你就可以從文字裡面去看到 越南人認定說 就是當時在創造這個文字的時候的人認為 色味是存在辣的屬性裡面 越南人認為 色跟辣其實算是相似性質的 你可以從文字裡面去看到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好 那 蘭他是一層 一層一層 這沒有沒有什麼好特別講的 因為 他就很簡單那個字 咪 這邊的眉 這邊的眉 並不是眉毛 並不是眉毛的眉 他其實就是我們的睫毛 咪是睫毛的意思 他算是一個借用的字 吾 這是河 一個口一個王 這是形生字 拱 拱是什麼 一起 這會的意思 拱 一起 安 就我剛剛所講的 就是你 男生的你 交 交是給的意思 那在這邊他是導致的意思 導致 我哭涩了 雙眼 他用這個睫毛來 代替雙眼 這是借帶 然後 跟你一起喝 吾 跟你一起 跟你 一起 喔不是不是不是 跟你 跟你一起 喝 讓 今夜 眉內 就要眉 眉 你看一個夜一個站 這也是 這也是一個形生字嘛 那你可以看得出這是晚上的意思 對不對 奶 奶 這個 這個奶其實就是 單純借音 好 塞 一個有布 那我們看到有 一般來講 有布是跟 酒有關 對吧 有布 喔 有布 對不對 有布 他是跟酒有關 任何有布 基本上就是跟酒有關嘛 對吧 所以 剛剛你看喔 像這個酵母 他就認為 是用米去發酵的 所以他是米布 他是米布 那 這個 喝醉酒 喝醉酒 什麼東西會讓你醉 當然是酒嘛 什麼東西跟酒有關 就是這個有布 這個有布 然後 旁邊就是他的形聲 這個毅力 它跟越南 越南語跟中文 剛好是相反 我們毅力不搖嘛 是一直都很穩在那邊 那越南語呢 其實有一點是搖晃的意思 剛好是相反的 再來 這個是單純的音 柔 南湯 柔 柔 這個其實就是 油乳的 這個油啦 他跟這個字其實意思差不多 喔 因為即使的意思 他其實就是即使 即使那些 這個是月 這個是年 年跟月 加在一起南湯 南湯在我們中文裡面 比較美的說法 叫做 歲月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是用 月 跟歲 那歲是什麼 歲其實就是年 一歲就是一年 所以越南語 是比較直接 就是直接用年 那中文就是用歲 這樣子 這個你會很常看到 而越南語就是指 那個 的意思 越南語是指那個的意思 這在越南語面很常有 這個其實 旁邊這個會啊 你會 你寫成繁體字或簡體字都可以啦 這個是 是越南南字當初的一個現象 就是從南到北 同一個字 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寫法 例如說 在 天 天這個 這個寫法 有這樣子的寫法 好不好意思 沒有沒有這一點喔 沒有這一點 然後 也有這樣的寫法 也有這樣的寫法 就是 它同樣的組合 但是你怎麼擺 這個寫法不會固定 所以在那邊 我是單純懶啦 所以我就把它寫成簡體的 那字典裡面也有簡體的 也有繁體的 港 港就是還有的意思 港就是有 勞勞勞勞是哪裡 那 即使那些歲月 哪裡有 它的意思就是 即使那些歲月不再有的意思 這是越南的一個邏輯 哪裡有 哪有 那些歲月哪有 那就是因為已經沒有了 的意思 年 年就是 那些 係數的意思 你係數每一個東西 叫做 辣妹 辣妹就是我所說的 陳迷 陳迷 所以這邊用了 單 單迷 它的意思跟中文基本上也是挺相近 所以我把它定義在 算是一個漢詞之一 也許是在 古代 唐宋 您 那個詞琴 所使用的單迷 也許就是 跟越南語是同的意思的 辣 我們 咱們的意思 在中文裡面就是我們會用 咱們的意思 就是我們 金點 金點 它其實是導字 其實應該叫做 點金 就是尋找啦 就是尋找的意思 來到 這邊 毛是顏色的意思 所以 它旁邊就會有一個 色 色的部分 有色偏旁 然後這邊用毛來當它的音 mark mark 出我們的眼睛 所以它是木字部 然後 用木來當作它的音 山 山比較特別 山在越南語裡面是 綠 也可以是藍 我們可以說是 那就是藍天 天空藍 那就是海水藍 那你可以說是 那就是 樹葉藍 那就是 抱歉更正 樹葉綠 那就是綠色的意思 它就是 燦藍的意思 是非常 明亮 燦爛 所以它用了一個火布 那 這邊有一個小規則 各位可以看到 這一個字 可以看到這一個字 它其實我覺得它相當於現在這個字 ㄌ 為什麼呢 當它是旁邊是人的時候 它就是ㄌ 就是人的意思 如果它是 這樣寫 那它就是ㄋ 也就是日子 天 一天兩天 一日兩日的意思 所以 在這邊 你看到它是火布 它是火布 所以 它念作 ㄌ 它是指那個綠 麻麻生而已 可以是非常綠或非常的藍 蘸藍 或者是 極綠 的那種 感覺 所以是用了火布 ㄌ 就是掉落 ㄌ ㄌ就是中間的意思 所以它是在中語 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ㄌ ㄌ 這邊是雲 這是雲的意思 ㄌ就是 千 北越叫做ㄌ 南越叫ㄌ 那我認為南越這個用法 其實反而是比較接近古音 ㄌ ㄌ 這個是歸來 回來的意思 ㄌ ㄌ ㄌ就是地方 之處 我們可以把它 看作是處 處所 地方 撒催就是遙遠 撒催是遙遠 這兩個完全就是固有詞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 就是 其實看不太出中文的影子了 這兩個字 好以上是 ㄌㄨ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開始進到下一首 就是 ㄌㄨ ㄌㄨ這一首呢 其實用了更多的漢詞 你可以看一下 例如說 香花 其實就是花香 它是用了漢詞之後呢 它又用了越南的文法 用了越南的文法 然後 再看一下 丹菇 其實就是孤丹啦 所以 這也是用了越南的文法的漢詞 唯義這個應該不用講 就是唯義了啦 然後 酬悲 酬悲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是悲愁 哀愁 悲傷 等等的意思 所以 也可以說它是使用越南文法的漢字 這邊這個詞呢 跟中文的詞 其實意思是差不多 就是 詞子 詞別的意思 然後別裡 別裡這個也不用講 這也是標準的漢詞 花也是漢詞 相逢這個也是漢詞 對 OK 好我們主意來看 我剛剛所講的這個字 就是人 那人是什麼人 越南常常使用人來代表很多東西 代表你 也代表他 同時也代表故人 你要看這句話的情境是什麼 好 人 隨著 我會挑 風花 眉母 上路 我會挑 挑這邊就是跟隨著 花香 眉母 眉 是那個 霧 跟正是雲的意思 那這個跟這一個 其實 其實啊 是一樣的 這兩個 這兩個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男字的一個生態 它其實 不只是 寫法很多 其實你可以看到男字的一個生態就是 它 其實一種 一個字 它可以有很多種寫法 所以我 我在查的時候 我選擇了兩種寫法 母 母其實是 模糊不清的意思 並不是眼睛看不到的那個母 這裡的母是 思母 思母就是 雲霧 就是霧 霧蒙蒙的那種狀態 好這裡的 zang zang呢 zang就是你 就是 掛 吊掛 例如說我們在掛蚊帳 叫做zangmu 就是你在 把蚊帳 吊起來然後就是 懸掛把它掛好這個動作 叫做zang 或者是你在 撒那個漁網的時候 我們會叫做 zangrui 就是撒漁網 所以zang這個動作 他本身就是把 某個布或者是網子的東西 把它給 設置好 所以他這邊是密布 zangrui 這是 路徑 走的路 所以 他是一個 土布 那 有石頭 有人 這個東西 我猜他其實應該是從 蕾而來的 那這邊這個 lang呢 跟 這個lang 其實 意思很接近 都是 某一層東西 那這邊我會選擇 這個lang 也沒有別的意思 單純就是 當下 我看到這個字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就是他 那他其實也是一層薄薄的東西 叫做lang 然後這個 sung 這裡的sung sung跟kai kai就是煙 那sung呢 其實是 w的意思 sungwu 如果這兩個字 結合在一起 sungwu sungwu的意思就是 w 就是w 然後 在這邊kai 其實sungwu 就是 其實w看起來就很像煙 所以越南人就把他當作 把他跟煙 放在一起 這樣子一起叫 有一點同意副詞 那 hoi fai foi fai foi fai就是 飄渺虛無 看不太清楚 的那個樣子 re 就是送 帶走 例如說 我帶你去上課 那就是 underm你好 或者是 bargong你好 等等 boi就是步伐 所以它是一個 竹步 竹北 i就是 誰 誰人 sar sar 跟台語一樣 sar 就是遙遠 roi roi這個字 非常好笑的是 它是用了一個 過 但它又加上一個 到底是過了 還是還沒過 其實我不懂 roi 它其實就是 re re的意思 中文字的 re 好 lun goi lun goi就是 godeng godeng就是孤單 它這邊也是用了一個導致的 效果 而是為了歌詞的關係 min 就是自己 我 我們 都可以 那這裡的min 是一個人的意思 我獨自一人 一個字就代表 一個字就代表這個意思 我獨自一人 我獨自一人 min 誰 誰是min da 我剛剛所說的 這邊的da是咱們 他也可以是我 但如果你用dada的話 說我 但是你用dada的話 其實有點自大 所以在這邊 他的意境是指 這個人 在這個雲霧的狀態裡面 獨自一人 所以他 在當下沒有比他更大的人物了 所以他用了dada 這個狀態大家應該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當你用dada的時候其實是沒有比你更高階位的人 在場 應該算是眷戀思念等等 這樣的一個感覺 所以他用了兩個密布 其实有一種 剪不斷理還亂的概念 它其實也是導致 因為一般來講是用un vueng 那再來 aur 肿面塞伊牛馬尾 再來是 是回憶 回憶 中 在什麼之中 面 是我剛剛所講的面 面是那個效果 他代替了酒 他其實就是也是一種標準的借代 標準的借代 然後 面塞 這個就我剛剛的 酒醉 面塞 在什麼時間 在什麼時間 酒 是下午的時候 沒有 難過的雨 形容詞在後 形容詞在後 所以 是放在後面 然後 放在前面 下午的時候 那種悲傷的雨景裡面 那我的回憶在下午的時候 的這個 濃烈的酒裡面 其實他包裝了好幾層 包裝了好幾層 那這個中呢 我還是選擇在 用了中字背 而不是選擇 內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種抽象的情境 再來是 ㄎ是 阻隔 阻礙 阻止 雷 雷 這個也是漢詞 雷是 滴 一滴兩滴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其實也是 是 名詞在後 量詞在前 淚滴 那這邊就是 滴放在前面 淚放在後面 ㄎ 它是 停止的意思 所以這邊用了這個 凝 我忘了查這個是不是算漢詞 然後 意境上 大家可以理解吧 停止 所以我使用了凝 凝固 這個凝 好 琴 這也是漢詞 劝 劝誰 劝咪 劝它是一個 凹槽 凹槽裡面的小縫隙 這有點難形容 其實是用來形容我們的眼窩 就是我們的眼窩 那其實也不是眼窩 他其實就是眼睛的意思 所以這就是用了 兩層的借貸吧 可以這樣說 反正咪 咪 因為咪 是我們的睫毛 但他在這邊 並不是告訴你 那是睫毛 他告訴你 那是眼睛 OK 可以理解吧 所以這邊 眼睛窩 實際上他就是你的眼睛 他努力的 讓眼淚 讓你的眼窩呢 停止流淚的意思 就不要哭的意思嘛 繞了那麼大一個彎 然後這個 他還給這個眼睛 一個形容詞 叫做 手臂 愁悲 哀愁悲傷 的 眼睛 差不多的意思 這邊的 就是 忍就是 路 一般我們的馬路 就是叫忍 思惡 思惡是以前 從前 很久以前 所以他使用了一個初 又使用了一個古 很早以前的一開始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是地方 古年 這裡的古年 跟中文的故人 意義就不太一樣了 我們中文的故人 其實算是朋友啦 我們中文的故人 是朋友 故人西池 黃赫樓 對不對 那 這裡的 故人是 指他的朋友 從西邊 黃赫樓的這個西邊離開 可是這邊的 古年 其實在越南語裡面 其實就是以前 他懷念的那個人 那個人他有可能是他的愛人 也有可能 而不一定是朋友 以情歌來講的話 德雜 德雜就是詞別 但他用的這個雜 並不是別 別離 別是別 別 別在這裡 那別離這不用講 就是離別 乾是翅膀 翅膀 乾花 在越南語呢 花瓣 我們會用翅膀來形容 就是花的翅膀 當然學到一個字了吧 乾花 所以我們不會說 花瓣 我們會說花翅膀 如 zue 如是 花雕落的樣子 或者是葉子雕落的樣子 叫做如 水果如果成熟了 掉落的時候 那個狀態 也叫做如 牙齒呢 要換牙了 然後牙齒掉了 那個 那個狀態也叫做如 那zue就是掉下來的意思 所以兩個 其實算是 同意附詞 但也不完全是同意 因為熱硬並不等於融 融是原本是固定在一個地方 然後 遙遙欲墜 鬆落了 然後掉下來 那個才叫做如 那熱硬的單純就是 從高處往下墜 那個叫做熱硬 好 粉之原 粉之原就是炫粉 就是緣分 那也是一個導致 好 蒙面 蒙面就是薄弱的意思 薄弱的意思 所以這邊很 很妙的 他在 面這邊 使用了一個瓦字布 其實我覺得 用的挺剛好的 就是形容 就像瓦片一樣 易碎 蒙面薄弱易碎 絲弱 絲就是 分離 把某兩 某兩個 把東西分成 一分為二的意思 在這邊呢 把什麼東西一分為二 把露 弱 去露 分為二 那 這邊我使用了這個內字 因為他是實際的在 這個什麼 我這邊歌詞寫錯了 這邊應該是 摩 摩就是夢的意思 他應該要這樣寫才對 所以這句應該是說 緣分呢 這個薄弱的緣分 在夢裡 相逢的時候 被分成了二路 也就是說 我即使在夢裡夢見了你 我仍然沒能夠 沒能夠跟你在一起 我夢見了我們本來應該要 相見的日子 結果呢 我們這份薄弱的緣分 居然 就在 這樣的路上 給分開了 其實是非常無奈的一個情境 奶就我剛剛所講的 他其實算是一個 結構 他是 這個東西 他的翻譯就是那個 所以他跟什麼東西結合 就會 有這個音存在 相逢之日 相逢之日 那但是 越南的文法就是這樣 你就可以看到 他把相逢之放在最後 登覆 那以上就是 今天用 漢字來學越南語 也許你在這部影片裡面 你學到了一些 越南的文法 你學到 越南語 原來是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也許你能夠學到了一些 新的單字 又或許你覺得這個方式 太累贅了 沒有意思 因為 看這些 漢字 對你來講 也許你學不到現代的越南文 也說不定 不管 我希望用這樣的一個 形式 去跟大家分享 也許能夠找到 合適你的方式 以上 就是 今天 用漢字學越南語 第2集 特別長的一集 如果以上的內容 對你有用的話 就別忘了幫我 訂閱 按讚跟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拜拜